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面向对象成绩设计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多态 什么叫多态呢 所谓多态就是我们在调用一个函数名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具有两种类型的多态 一种是静态式的多态 也可以称为编译式的多态 这可以通过函数重载来实现 另外一种是通过虚函数来实现的运行时的多态 是这一节我们介绍的重点 所谓运行时的多态就是说在程序执行之前 我们根据函数名和参数是无法确定代码调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我们必须在程序执行之后来根据具体的情况动态的确定 前面我们在介绍派生类使用的时候 将一个鸡类的指针或者是引用来指向派生类的对象之后 调用派生类中跟鸡类同名的方法的时候 所调用的都是鸡类的成员 而不能访问派生类的成员 这是在运行之前就可以确定的 而要实现运行时的多态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虚函数来实现 我们将鸡类中的同名的函数来定义为虚函数之后 然后我们在使用鸡类的指针或者是引用来指向派生类的对象的时候 就可以调用派生类中同名的函数 仅仅是一个方法是不是虚函数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来看一下这只鱼代码 首先呢是定义一个current time这个对象 然后定义一个鸡类的指针 p来指向派生类的对象current time 然后定义一个c time类型的引用 来引用c current time 来调用get hour这个方法 那前面没有将get hour设置为虚函数 那这个时候调用的是鸡类c time类的get hour方法 那如果我们将get hour设置为虚函数的话 那这个时候调用的就是派生类c current time的方法 get hour 我们怎么来将一个方法设置为虚函数呢 只需要在类类声明的时候 在这个函数前面加vortal关键字就好了 在鸡类添加vortal之后呢 那在派生类中重新定义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需要加这个关键字了 当然加上也是可以的 在程序的指形的时候呢 会根据这个指针实际指向的对象的类型 才能确定到底是要用谁的方法 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来定一个c current time 对象 然后呢我们来定一个c time类型的一个指针 将它来指向 c current time 要用 c time的get hour方法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将c time类型的get hour方法设置为虚函数 所以说这个时候调用的是c time类型的get hour方法 将get hour设置成虚函数 只需要在它前面加一个vortal关键字 然后我们在c current time重新实现get hour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加 也是可以加的 也是可以不加 这里呢我们选择加上 加上之后呢 就能直观 比较直观的就知道get hour是虚函数 不需要去积累中查看积累的声明 get hour声明为虚函数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执行的是谁的方法 调试一下 F11 单步跟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进入到派生类的 c current time类的get hour方法中 今天是一个是不是虚函数的差别 就两种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 虚函数是实现运行时多态的基础 也是我们面向对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在使用虚函数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呢我们在积累中 把一个方法设置为虚函数之后呢 我们在派生类中重新实现 重新来定义这个虚函数的时候 在派生类中的函数的声明 一定要跟积累是一样的 包括类函数啊 必须一一对应的 如果说函数名不一样的话 那显然就是说重新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所以说这里呢大家要区分两个概念 一个是虫载一个是虫写 所以虫写呢就是说重新实现 声明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在派生类中重新实现了一下 而虫载呢 就是说我在 就是说我只是说我名字一样 它是类型就不一样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在实现运行时多态的时候啊 需要必须要使用鸡类的类型的指针 然后通过将这个指针指向不同的派生类对象 调用的方法啊 必须要是虚函数的时候 才能实现运行时的多态 这二指是缺一不可的 通过对象名来访问的话 不会实现运行时多态的 第三点呢就是说啊 如果派生类中没有重新定义这个虚函数的时候 那么我们调用的派生 我们在通过派生类来调用的这个虚函数 是从鸡类中继承过来的 这个时候也不会产生这运行时的多态 而第四点呢 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吸钩函数定义为虚函数 但是呢 啊我们不能将构造函数定义为虚函数 而在面试的时候会经常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构造函数能不能证明为虚函数 也要居住是不可以的 因为高档函数呢 是不能被继承的 每个类都需要有自己的高档函数 对自己进行初始化 那为什么吸钩函数可以被声明为虚函数呢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 吸钩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在对象撤销的时候 来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工作 当派生类的对象从内存中撤销的时候 一般都会先调用派生类的吸钩函数 然后再调用基类的吸钩函数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吸钩函数不是虚函数 在对基类指针进行吸钩的时候 调用呢 就直接是基类的吸钩函数 没有对派生类的吸钩函数进行吸钩 一般的情况下呢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在派生类的吸钩函数内部 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清理工作 比如说释放一些内存 或者是释放线程占有的锁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 就会导致一些内存泄漏 或者说资源泄漏 就比如说我们 see current time 在它的内部呢 在清理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执行一些必要的动作 所以说可以不将它设计成虚函数 另一其他类需要使用 进行式多态的时候 一定要将这个吸钩函数 设计成虚函数 将基类的吸钩函数 设计成虚函数的话 那么它所有的子类吸钩函数 默认都是虚函数 虚吸钩函数的概念和方法呢 比较简单 很多程序员在定一个类的时候 都习惯将吸钩函数 认成虚函数 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撤销动态 存入空间的时候 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 第五点呢 多态呢 是通过虚函数表来实现的 如果我们将某个方法定义为虚函数的话 在虚函数表中就会添加一项 用来记录这个方法的一个地址 当我们定义了很多个方法的时候 很多个方法几乎都会被记录在虚函数表中 它调用的时候 会去查这个表 然后找到它的对应的地址 所以说这个效率会稍微差一些 虚函数表呢 基类对象有一张 子类对象也有一张 刚开始的时候呢 子类对象会继承基类对象的一个虚函数表 如果说子类重新实现了某一个方法 那么在子类的虚函数表中 对应一项这个地址 会被修改成新方法的这个地址 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介绍一下 上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抽象类 在介绍抽象类之前呢 我们来需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纯虚函数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虚函数 所谓虚函数就是 在声明一个方法的时候 在它前面加上 握手关键字 就可以将一个方法定义成虚函数 那是什么叫做纯虚函数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纯虚函数 就是说我们在 基类中 尖尖给出声明 不对虚函数进行实现 而是留在派生类中实现 大家可以想到 如果定义一个方法 然后不给它实现 那这个时候会编译不过的 我们在定义这个 纯虚函数的时候 需要在它的声明之后 加一个等0 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 对它进行实现 也是可以编译的通过的 那大家纯虚函数 概念知道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 什么是抽象类 所谓抽象类呢 就是说含有纯虚函数的类 就被称为抽象类 这比较简单 因为它含有纯虚函数 虚函数是没有被定义的 所以说它不能定义对象 只能作为G类 来派生其他类 但是呢我们可以使用抽象类 来定义一个指针 那一般的话都将抽象类 作为一个G类 然后在派生类中 继承这个抽象类 然后实现这个纯虚函数 使用这个抽象类的指针 来指向派生类对象 下面呢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呢 在定义纯虚函数的时候 是不能定义续函数的实现的 需要在它后面加上等于0 再加上等于0之后 再来实现它 也是不可以的 抽象类只有纯虚函数 但是它具有什么用呢 抽象类的唯一用途呢 就是用来作为其他类的G类 一般在抽象类中定义好一个接口 然后所有的其他派生类 都是派生字这个抽象类的 因为已经在抽象类中定义了 这个方法的一些声明 其他派生类中 只能按照这个接口去实现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接口和抽象类的区别 这家中呢 我们一般说的接口呢 这边类对外提供的一个方法 它是以类的显示提供的 一般呢 这个接口只具有成员函数 不具有数以成员的 那抽象类既包含数以成员 又可以包括方法 这一节的实例呢 我们来定义一个抽象类 它是一个图形类 那叫做iShape 然后再定义其他几个图形类 那它定义了 这个iShape这个抽象类呢 它就有两个纯项数 分别是用来获得面积 getarea和getname 用来获得这个图形的名字 同时呢 我们再定义两个其他的一个具体的图形类 比如说 圆circle这个类 ccircle这个类 它是继承的这个抽象类的 然后它重新实现了这两个 纯项数 第二个具体的类呢 叫做rexiract 这种矩形 矩形的类 它也是继承字 这个抽象的基类的 然后也实现了这两种方法 这两个旋序函数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为这个抽象类添加 投文件 the shape 然后呢 是防止重复包含的红开关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i shape 为什么叫做i shape呢 这个i呢 是表示interface 表示接口的意思 比如说它是个接口类 它是个抽象类 并没有说一定要i开头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定义 这个抽象类呢 抽象基类呢 它具有两个方法 都是纯项数 第一个函数是 getarea 用来获得面积 等于零 表示说它是一个纯项数 第二个函数呢 是返回图形的名称 返回类型是一个 stream 类型的一个字母上 叫getname 等于零 这里呢 我们需要包含一下 stream的投文件 这样的话 这个抽象基类就定义好了 我们在定义其他具体的图形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定义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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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C CIRCLE 它是继承自 i shape 这个类的 i shape 这个抽象类的 需要包含一下 i shape 的头文件 我们需要我们在定义 C CIRCLE 的时候 在定义 C CIRCLE 这个类的时候 是要来重新实现一下 shape 类提供的两个程序函数 这里我们考过来一下 除了这两个程序函数 C CIRCLE 类还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这里我们就不写了 因为圆一般都具有处性 叫做半径 这里我们给它添加一下 表示半径 除了这两个程序函数 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个 构造函数 来对这个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然后呢我们在 cv 文件来实现一下 首先是包含一下 色口头的文件 色口头的文件 然后是 各的函数 我们来使用参数初始化列表 好,来实现一下 来给它复一个值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那两个程序函数 防御值应该是 我们刚刚改成float 类型的 因为面积吧 可能不一定是整数 防御值是float类型的 这我们直接返回下就好 3.14 快2的平方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是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 get name 直接反一个字符上去好了 c circle 这样的话 c circle类就定义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定义另外一个 具体的派生类 图形对象叫做 一个矩形类 叫做rect c rect 和听一下cv文件 它首先呢也需要包含一下ship的头文件 叫做c rect public继承 i shape 它也需要有自己的 计则 做的凡数 举行呢 只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宽 一个是高 另外一个呢 是高 下面呢是重新来生命一下 从抽象积累中继承过来的两个 纯序函数 再往下是两个私有的数据成员 宽和高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 原始够的函数 原始够的函数 再往下是两个 纯序函数 第一个是getarea 只行的宽缸呢 是长成一宽 然后是get name 直接反过一个自负转 长样自负转 它会涨换成尺寸类型的对象 这个crept 这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使用它 这里呢 我们需要包含一下它们 首先呢 是react.h 然后呢 是circle.h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可以使用抽象机类来定义一个指针 比如说我们定义成i shape定义一个指针 叫做p p shape 叫之之为是now 是空指针 然后呢 我们可以将它指向 一个circle 对象 来指进半径 就是20.2 然后呢 调用一下它从抽象机类 继承过来的两个方法 get name和get area 输出一下 原来是get name 然后呢 是get area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吸钩掉 然后呢 再给它 让它指向 一个circle 对象 宽是 比如说宽是20 高是10 然后再来输出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两次 这个p shape 这个指针 指向了c circle 和c rect 但是呢 我们在用它们的时候 形式都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编译一下 我们能编译得过 有错误 点H 之前呢 有一点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声明的时候 给这个方法定义成 将这个方法定义成 虚函数 到下面加一个 无数关键字 那实现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加这个 无数关键字了 这一点呢 很多同学都会犯这个错误 要在实际使用中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让我们来编译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string这个名字呢 是定义在std 这个命名空间中的 这里呢 我们直接将string这个名字 引入进来 这是一个失误 大家看到 现在已经编译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下结果先 你看到首先呢 输入了是circle的名字 就是ccircle 圆的名字ccircle 然后它的面积 接着呢是crect 然后是它的面积 是200 是对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使用这一个 shape这个指针的时候 将它指向两个不同的 派生类对象 但是呢 我们在最后输出的时候 使用它们的 定义它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我们多态的好处 我们可以使用 在定义的时候 使用同一个函数 根据这个指针指向的 具体类型的不同 来决定要执行的方法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代码 都可以适应不同的这个对象 即使说我们以后再定义其他图形 比如说正方形啊 三角形啊等等 我们的定义方法还是不变的 还是按照这种方法去输出 只是说我们需要 在这个工程里再添加两个新的类 将这个pshape这个指针 指向新的类型就可以了 掉的时候还这样这种方法 这就是多态的巨大魅力 我们先让它融通过来